如果没有推力时达发动机来做的时候是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有了推力时达发动机 它可以非常平稳的 而且非常静活的 灵活的完成了这样的动作 非常好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的有幸 应该可以在珠海航展的现场 第一次来感受国产推力时达发动机的一个 首次的公开的亮相 对的 在全国人民面前 中国的推力时达发动机 一向全国人民做了非常精彩的这种展示 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空军人 对中国的这种推力时达发动机的进步 感到楼中的自豪 就是我们在现场也感到这个强烈的轰鸣声 是的 你可以看到这种动态 这个伪流 确实 刚才的那种过时机动非常典型 非常有代表性 极限的这个尖式飞机 在推力时达发动机配装之后 非常稳定的这种过时速机动能力 这是非常震撼 非常好 那这推力时达发动机 未来会在那些地方还会有一些应典吗 我想的话 在这一次 在这种推力时达发动机在坚实 飞机在做转弯 阳角也非常大 飞机非常平稳 可以看到这时候速度比较小 阳角比较大 这个如果是一个编队飞行的话会更加的震撼 对 它显示的飞机就是低速大阳角飞行的时候 飞机非常安定 非常稳定 通常情况下 这个阳角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小速的时候 飞机容易产生 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机动动作 刚才这个机动动作 顺势的阳角达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 这个时候就类似于这种 叫做眼镜蛇机动这种形式 阳角非常大 您看这时候它的气流 显示出飞机的大阳角 而且可以完成这样的转弯 稳定地完成这样的这个机头 非常的灵活 非常灵活 这就是推力时长发动机 非常显著的一个特征 刚才那种动作呀 如果没有推力时长发动机来做的时候 是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有了推力时长发动机 它可以非常 卧槽 这一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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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